創意 吉尾 今次获獎我非常感恩 今年是2023 年 剛剛好剛好我加入工程師學會30年 回想當時的1993年 我是由一個學生代表的身份 首先是加入了Civil Division 當時已經令我眼界大開了 之後很多年來 我都參加過Young Members Committee 其他不同的Division Committee 後來兩次當選了Council 亦有機會進入Executive服務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們很多時都喜歡帶些年輕工程師 去內地交流 另一方面我們也有機會參觀一些世紀的工程 例如我們去過三峽大壩 見證了那種這麼好大工程的 如何興建起來 如果不是跟著工程師學會 其實很少有機會可以見到的事 另一次深刻經驗的是 2008年那時四川發生了大地震 我們香港一班年輕工程師 就組成了一個年輕工程師大聯盟 一起去參與四川的災後重建工作 另外一方面 在工程界這麼多年 我都見證了一些業界裏面的改變 其中值得一提就是 我們女工程師的機遇和挑戰 在我參加工程師學會的年代 實在女工程師的數量都是比較少的 最多的就是在我們的 Young Members Committee裏面 但是這麼多年之後 當然就是無論是大學的畢業生 工程系的畢業生 以至到我們專業的女工程師的數量 都增加了很多 我覺得一個成功的工程師 是必須具備四方面的條件 首先他要有熱誠、有承擔 這樣我也相信 我們選擇讀工程系的學生 的時候已經是有這樣的抱負和理想 是將來利用我們的專業服務社會的 因為如果大家就是想賺錢賺多些的話 可能都未必會選擇工程師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工程師 是向著這個改善社會 人的生活方面是非常之有承擔 就不會只是覺得自己在打一份工那麼簡單 第二方面就是團隊精神 還有做事方面都要很謹慎 因為工程是一件群策群力的事情 就好像一隊球隊一樣 每一個成員 無論你是打前鋒、後衛 其實他們都有他們很重要的崗位 就好像一個大機器裡面 如果螺絲鬆了 可能都會造成一個很大的意外發生 第三方面我就想引用聖經 我覺得工程師需要純潔如白甲 即是說他需要有純誠信 和他的可靠 因為社會對我們工程師或者我們的專業 都是有一個期望 覺得我們可以建的工程都是安全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要靈巧降舍 因為做工程的時候 往往都是遇到很多不同的問題 去需要解決 我們要有些彈性 亦都要想到一些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 必須要迎攔而上才可以完成工程 最後一方面就是我們需要有創新的思維 和前瞻性 因為工程的科技都是不斷日新月異的 我們需要不斷地自我增值 即是去掌握這些技術 以至我們的工程項目都可以隨著時代進步 繼續的環保、速度、提速、提效方面 都可以更加進步 最後就是有前瞻性 因為我們工程師不可以只看著香港 應該要放眼這個世界 特別是我們的國家 因為我們國家基建的速度和水準都是非常之高的 我們盡量都要看看如何配合 特別是大灣區的發展 以至我們都可以提升整個香港整體的競爭力 盡我們工程師的一分力